- 都挺好笑,當然,啤梨就說,喂,你說他們沒有買like,沒有買view,我死都不信,好多人都這樣想,不過你見到了,李子景現在都三彩一萬,華記都二十五萬,陳銘欣二十八萬,我們啤梨頻道就二十萬多點,二十萬三千多,那就好削了,所以都要靠大家多點分享,多點叫人訂閱我們頻道,不要這麼說, 如果李子景三十一萬,我們真的只有二十萬三千,真的不能見人了,要接完就算了,這麼差的,好像剛才也挺好笑,真的挺好笑,有人就PM我們啤梨頻道的後備facebook page,有一個人PM,然後很多網友都說都收過他們PM,他不斷把同一個字句,不斷copy and paste給不同的人,連Kalen等等全部都收到,他說你好,他賣國賊,哈哈,國安, 發立法啦,你的言論,很多人他們已經幫你放在國安網啦,哦,你保證秋後宣將,坐牢放心啦,判割罪十人以上,他們幫你趕全出去啦,哈哈,放心,香港永遠屬於中國,香港人就是中國人,如果根據上面那些網民,歐陽振華,他說什麼,中港一家親,為什麼要特別提中港一家親,香港根本就是中國啦,不用這樣提啦, 跟著再加上啊,啊,他是誰啊,又是他被人吵啦,就是歐陽振華就中港一家親,還有誰呢,他最近,細S就說國手在台灣那邊啦,總之可能好笑,胡亨宇,胡亨宇說什麼突然忘記了,提一提啊,就是這個,他的姐夫就說鄭永信,胡亨宇又被人吵啦, 但是兩個都變成縮頭菇,縮頭菇就不能回應網民,哈哈,這些是拆錯人的,是啊,他在說自己work in China,在中國工作,什麼啊,特別提中國做什麼啊,是不是香港中國有分別,如果是這樣,這個Jacky都已經是,都已經是扮了這件事,然後他說,你這個安網很出名,快點去看看吧,拜氣歌,哦,你老母臭,快拜氣歌,你入初先啦,如果啤梨頻道有個阿哥,叫做啤梨哥, 或者平時叫他做肥歷哥,第二個,或者叫我做歷斯哥,拜氣歌,是老友,不過就不說是啤梨頻道,是不是這麼懶惰的瘋了,然後好了,然後當然就吵實他,吵,狠狗仔,搞聲做哪一台,打哪一台,先啦,入初先,然後這個人就馬上說,吵你老母,你不是林康正,說你啊,旁邊那隻啊,肥仔啊,夠敗氣啊,這樣都聽不懂,哈哈,我吵你老母,來,真的是,Jacky,不要被啤梨劍想到,林康正在說你, 你旁邊那隻肥仔啊,我吵你老母,人家有名叫做啤梨啊,老婆,由15年12月,或者以前做這個現代蠔俠傳啊,就已經說了啦,扯街,還要說肥仔,你知道,不口人記,不口管嘛,那你叫我怎麼跟他說,我就放心,我不會將這段的說話給啤梨看到的,免你見到我都在咳,上面算了,扯街,說我肥仔,不要緊啦,當他烏鷹歌流啦,抖音這麼多我的片,叫我肥仔, 是,都叫肥仔嘛,他不年輕的啦,哈哈,可能好事,可能好事,都是這樣,他沒什麼特別啦,很多人其實他都收到的,哈哈,這些多好事,那通常這些呢,我們是拿來做什麼呢,我們是拿來第一,每一次說,說完這些東西,我們都會叫大家課金的,一有人,其實他收到的,哈哈,這些多好事,那通常這些呢,我們是拿來做什麼呢, 我們是拿來第一,每一次說,說完這些東西,我們都會叫大家課金的,一有人踩場,不要緊要,好像現在,陳儀他都在這裡,那又不算很粗口冷舌而已,陳儀,我算很斯文的啦,那些粗口很冷小的啦,不算很多啦,即是你說啤梨可能多一點點,那大家就可以,現在陳儀又在這裡,那些這樣的,那麼好笑的人又在這裡,可以立刻 課金給他看一下,那我不會一次的,一出現這些事情,我就一定是拿出來做這個藉口說的,是當他大家的支持,做些課金給別人看一下,那免得,喂,喂,又被人踩場,又怎樣,然後叫大家課金的時候,又這麼少被人打,都說這個台流的啦,叫你課金都沒有人課,不用課很多,課兩元,三元,歐市,不知為什麼他YouTube最少要大家課十元,課一元,兩元,五毛錢那些,都沒所謂的,即是,多多一線就小小無拘,多謝,多謝,多謝, 那繼續說啦, 先多謝大家 多謝 多謝 繼續講講律師會 我也提一提陳怡 如果你要跟網友聊天也沒關係 千萬不要回答一代人叫方哥的說話 這個我是從心底去講的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台的方哥是怎樣的 明天方哥也會和幾個美女的台 一起做直播 四台亂播 方哥也自動請經說要去 剛才就是在元朗 方哥終於九點幾時跟我說 我到處到元朗了 我心想逃了 他八點三時跟我說半個小時 他會到 我說你不用騙我了 以理性格次事講半個小時 不是一小時就兩小時 之後九點幾時跟他說 我到處到元朗 我說我走了 等你浪費街站也完畢了 千萬不要吵方哥 一吵你跟他說話 他又會PM你 然後就以為你暗戀他 好像當年 當年第一次 方哥看到巴拉莎 不知道現在還在ViuTV那裡做 你知道巴拉莎說一些性話題 第一次方哥看到巴拉莎真人 巴拉莎也沒有跟方哥說話直打招呼 那天晚上方哥就打給我 什麼事 剛才巴拉莎看著我 看著你就是看著你 有什麼特別的 你在他前面看著你 那看誰呢 他說 方哥說 巴拉莎是不是暗戀我 我說是呀是呀 你快點問一下巴拉莎 他是不是暗戀你 他幾次都會這樣 有一次在旺角 以前這個蘭花擺街站 又是 有些人過來聊聊聊 方哥在我旁邊 方哥沒有出聲 接著 一男一女 其實也 我都 四十幾歲左右 方哥你馬上留言 說巴拉莎 親過我那個就方哥了 談完解 談了幾分鐘 方哥問我 剛才那個女生他看著我 心想不是女生 別人都比你還大 他是不是暗戀我 我說這些事你親自問別人 我回答不了 我不是別人的心裡那條蟲 方哥還說巴拉莎 他親過你 你那個人做節目 巴拉莎節目也親過你 真的 不過不要緊 不要緊 不過以前周慧敏 還是劉小偉 他的首歌 是不是劉小偉還是周慧敏呢 不要自作多情去做夢 不過有時發夢也不錯 好了 繼續 那麼說一下這個 我都說 所以你聊誰說話也好 千萬不要聊這個方哥 真的不要聊 不是 連我都 我都買他怕 那麼好了 說一下 律師會